大家好,我是Batman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凤火龙红线俱乐部在去年发售这一款55年的雪佛兰Bel Air Gasser 看过东泰的同学可能也知道 今年年初也就是1月份的时候 赫赫军是把所有去年红线俱乐部的小车都给我寄过来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陆陆续续来看一看这些小车 今天就是这一辆 当时发售的时候也是备受瞩目的Gasser 这种纸盒的包装形式在红线俱乐部的小车里面也并不少见 OK,那么现在我们就把它打开 看看这边还有一个小封条 把它切开 OK 实际上没有必要两边都切开 切一边就可以了 把这小盒子挡开 没错,里边是有一个小的水晶关 只不过我们这次水晶关上面还有一个小纸套 这茉莉色的配色还有斑斑秀记 看起来有点俊用补给箱那个意思 而且这小纸壳实际上还挺厚的 并不是那么糊弄事 小纸壳后边还有一个简易说明 感应同学可以暂停看一下 大致意思就是说这辆小车实现二战中的一些王牌飞行员们致敬 所以做了一个鲨鱼嘴涂装的小车 而且这个小纸盒还是模仿这个弹药箱的设计 果然啊 这辆小车一共是发售了12000辆 我们这辆的编号是1103 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一个数字编号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主角的这辆Gaessr小车本体 真的是隔着水晶关都能看到增亮的漆面 我们把这个水晶关拿下来 扣的并不是很紧 OK 这水晶关上还有Gaessr标识 而且这字体呢使用的还是那种军用的字体 看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 这是我们大家都俗称为飞骨队或者鲨一嘴涂装的BioAirGaessr了 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辆小车 哇这苍绿 感觉绿豆营都没它漂亮 这个鲨一嘴涂装大家都称之为飞骨队涂装 是因为在八年抗战期间 确实说是在1941年到1942年之间 在中国呢有一支特殊的抗日空军部队 这支部队呢是由一些美籍志愿军组成的 部队的正式名称就叫做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美籍志愿大队 不过虽然叫做志愿大队啊 但其实呢这支部队的官兵呢都会领到很高的薪水 通常是他们在美国军队里边领到薪水的两倍好多 所以呢这支部队其实还有一点雇佣兵的性质 但不管是志愿军也好还是雇佣兵也好 这支部队呢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别名 就叫做飞虎队 他们当时所驾驶的P40战斗机的机头上呢 经常会涂有这种鲨鱼嘴的涂装 所以现在大家也称之为飞虎队涂装 那么这架小车绿色车漆再配上这鲨鱼嘴的涂装 还挺有二战期间战斗机那种复古的味道的 车尾的部分除了有当时美国空军的星星徽章之外呢 牌照上面也有Flying Tiger的缩写 Flying Tiger就是飞虎队的英文原名了 而且据说飞虎队的这个logo还是由迪士尼公司设计的 车头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完全外露的机械增压发动机 包括从前翼子板底伸出来的排气 还有这高高扬起的前旋挂 以及粗大的后轮 这些都是我们Gaesser车的特征 光看这辆车的造型大家可能也看出来了 这些Gaesser车呢就是为了参加直线加速赛而打造的赛车 Gaesser这类车型呢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呢升级一时 当时人们把各种车辆改造成这种所谓的Gaesser车 参加直线加速赛 高高扬起的前旋是为了有效地把车身重量分配到车尾 增加后轮抓地力 车身也是经过完全轻量化的改造 一般使用的都是玻璃纤维车身 引擎也是特别改装过的 另外我们所说这些Gaesser车呢都是有自己的等级的 叫做Gaess Class 在Gaess Class下本上还有很多细分的等级 比如说AG,BG,CG,AAG,BBG,CCG等等等等 这些等级都是通过车身重量和引擎容积比来划分的 以及你引擎的种类啊 比如说是自然吸气还是机械增压等等等等 说到这儿我们这辆车的车身侧边呢还有AVG的标识 看起来呢特别像是Gaesser车那种A级或者B级车的划分啊 但实际上呢在这个等级划分里边并没有AVG这一级 这AVG呢实际上是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美籍志愿大队的首字母缩写 看起来确实还挺唬人的 不仔细看差点被骗了 另外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大家看鲨鱼嘴上面这个眼睛 实际上呢这并不是当时P40战斗机上 鲨鱼嘴涂装里边那个眼睛 而替换成了MUNA改装厂的小眼睛 这一换立马就从这凶神恶煞鲨鱼变成了翠翠鲨了 再把这辆小车从这底座上卸下来 给大家看看这小车底盘的信息 OK 后边这螺丝也拧下来了 大家看这也比较有意思啊 这固定螺丝扣的小圆柱呢 居然还跟底座是分离的 我还以为它们连在一起的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辆小车 小车底盘上呢依旧是有车型的名文 而且呢也是中国制造 金属底盘贴底胶胶胎 我们这辆小车拿在手里边呢 真的很压手啊很有手感 另外我们这辆小车 车身上的各种客线呢 也还算是比较明显 包括车门上的窗框啊 以及车尾的这个油箱的部分 油箱盖的面积实际上很小啊 上面还覆盖着印花 但是四周轮廓呢依旧是清晰可见 我这还有几辆同样风火轮出的 同款车型的Gaesser车 有这个普卡主线系列的 还有汽车文化系列的 别说把它们摆在一起呢 确实还是我们这辆苍绿的Gaesser呢 比较好看 再加上这个磨砂黑的车顶 确实有点绿豆瓶的意思 还有呢就是目前在二级市场啊 这辆小车售价呢已经做火箭了 这点呢真的有点看不明白 毕竟呢12000辆的数量呢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样呢就是这辆车 当时官方售价 不含税是24块9925美刀 溢价有多少能不能接受呢 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就行了 好了那以上呢 就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了 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呢 也欢迎你点个赞 意见三连 别忘了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我是巴特曼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